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爱上一个人并没有错 但是对于已婚的女人来说 在此收获爱情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婚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既然开始了就应该用最认真的态度去对待 聪明的女人就算在结婚以后 再次遇到了让自己心动的男人 也会守住自己的心忠于自己的婚姻 可有些女人却因为没有自制力而背叛了自己的婚姻 让原本和睦恩爱的家庭摇摇欲坠 女人在爱情中容易犯傻 不管是什么时候 她们都会为此奋不顾身 最后才犯下巨大错误 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是一个女人的悲剧 但是追求一段婚爱的感情是整个家庭的悲剧 所以只有傻女人才会对婚爱的感情念念不忘 婚爱的感情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结婚之前我们谈恋爱都是为自己而谈的 我们可以去选择喜欢的那一个人 也可以完全不顾任何人的看法 而爱上另一个人 没有任何的负担 但是结婚以后就绝对不允许这样 结婚以后两个人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爱情了 两个人身上承载着两个家庭的幸福和孩子的成长方向 所以若是女人对婚爱的感情念念不忘 伤害的就是两个家庭和孩子的未来 聪明的女人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只有傻女人才会对婚爱的感情念念不忘 婚爱的感情与情与理都不可原谅 每个女人都会犯错 但是女人在婚姻方面发现的错误就无法挽回了 不管你有多少钱有多大的能力 你也无法阻止社会的舆论 还有个词语叫做人言可畏 背叛了婚姻的女人 在旁人的眼里就会变成一个坏女人 而且人不可以这么自私 你不可以为了追求一个人的幸福 给一个大家庭带来巨大的伤害 结了婚以后 你就应该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 用心对待和你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婚爱的感情与情与理都是不值得原谅 只有傻女人才会对不该爱上的男人念念不忘 婚爱的感情大多都是无疾而终 换一个角度想一想 就算你为了另一个男人 勇敢地放弃了原来的家庭 不顾任何人的流言蜚语 选择和他在一起 最后就能够保证 他真的就是那个对的人吗 不会担心冲倒覆辙吗 这样的悲剧 如果在此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想起爱情了 你完全是在拿一个家庭 和你往后余生的幸福当作赌注 最后也只会输得遍体鳞伤 婚爱的感情是注定没有结果的 聪明的女人 觉得会让自己的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有了家庭之后 女人必须要考虑太多的东西 不能被爱情中红了头脑 不能为了一个男人 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你要永远相信 老公还是原配好 当初是为了什么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他 回望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苦楚 一定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婚爱是没有真感情的 更不会有你想样的结果 你应该做的是守住自己的心 把注意力放在身边 那个爱你的人的身上 而不是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帮助你